哇 有沒有 可是我看到這樣的一桌啊 我突然間想到我曾經有個朋友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們吃的時候可以隨便吃 但是我們吃的東西不隨便 自己種自己做產地到餐桌 根本就是無碳耶 我喜歡這個氛圍 真的 一進來是就你知道就大通鋪的感覺 然後席地而坐 因為回來以後啊 其實我們希望把步調放慢 然後我們很喜歡開趴喝酒 對 所以就想說 自己也喜歡這樣的環境 那我們就創造這樣的環境 然後可以每天在這樣的環境工作 那不是很開心嗎 對 然後也用這樣的菜色 我們從什麼開始來 對 這是什麼湯 想先喝湯耶 我已經忍不住在喝湯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湯很神奇 這個湯 忍不住了 對 這個叫濃郁愛戀 濃郁愛戀 濃郁愛戀 這麼詩情畫意的濃郁 對 因為我們想說 我們自己有種植比較特別的蔬果 像我們這裡面就有包含了粉紅蘿蔔 對 裡面是粉紅色的蘿蔔 然後煮出來的湯 它就會變成淡淡的粉紅色 難怪 對 然後再用我們自己的老母雞 喔 好好喝喔 好好喝耶 應該算是老母雞濃湯 對 重點是因為它是用粉紅色的這個蘿蔔 對 所以它看起來有充滿戀愛的感覺 對 所以你說是什麼愛戀 濃郁愛戀 濃郁愛戀 真的很適合戀愛做 是不是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我們這邊這個是跟大家一起乾杯的意思 就是每個人 一人可以拿一隻 可以敲 一拉 一拉 對 轉一圈 我們來乾杯一下 清醬 中間是我們自己做的清醬 就是有韭菜做的 中間那一塊都是起司 對 都是起司 吃到最後大家要去搶那一塊 先乾杯 二哥你本身是那個學廚藝的喔 不是耶 那你為什麼會做這麼多東西 因為興趣 自學的嘛 小蝦弟弟是行銷管理 然後你是行政總廚 大蝦是沒有出現的 他是負責數錢的 在後面 大蝦今天不在 對 在數錢啊 他們三兄弟真的很棒 我好喜歡那種兄弟一起做團結在一起的感覺 一家人做一件事喔 就一定會成功了 好棒 還有什麼 再來是我們今天這個禮物 禮物 對 那我們裡面就包含了我們農場的食材 哎呦 這邊還有一隻 好酥喔 外面是酥皮喔 哇 它那個聲音 哇 哇 哇 很多東西耶 對啊 農場的雞蛋 農場自己生產的雞蛋 哇 上面看到的食用花 跟所有的蔬菜 雞蛋都自己生產的 對 都自己生產的 嗯 它這個橫切麵好漂亮喔 對啊 紮實飽滿耶 天啊 對不對 這蛋黃都不會閃掉耶 這也是你設計的菜嘛 對 你怎麼會想到可以把它包成這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一直想說 我們想要給客人一份禮物 那禮物是正方形的 然後我們就在找了很多的食材 跟外皮 嗯 想進了很多的食材去 想說怎麼樣包覆它會更好 然後會有脆口的感覺 讓大家覺得有點驚喜 嗯 怎麼樣 這樣形成是不是很OK 我超喜歡這個的 我也是 這個禮物我很喜歡 嗯 謝謝 有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 我不知道這怎麼形容它 這個食物 脆皮吐司的感覺 嗯 那你裡面的那個夾層 裡面的料都非常有層次 做得非常好 漂亮 嗯 這個也厲害 這個看起來也超好吃的 這個叫鄉村溫情 嗯 對 就像我們農村裡面有的食材 調味後 嗯 放在我們 以我們農場為主的櫛瓜 那櫛瓜就像一艘船一樣 承載了我們農場所有的食物 哦 來 你想吃吃看耶 請用 請用 肉粽 肉粽 好可控的感覺 哇 真的是 好吃吧 好吃耶 很好吃 而且它味道還沒跑完 它裡面好多好多東西 哇 厲害耶 它裡面好多故事 所有的那個 素晴 嗯 哦 彷彿一口看見了這裡所有的農作物 哎 哎 哎呀 果然是日本人耶 哇 這種話他都講得出來啊 真的 你們吃吃看 很會形容 對 我們還沒吃哦 來 在那邊 裡面那個承載了什麼 承載 我們家的 哦 哦 哎 彷彿看到那個農場當初怎麼誕生的 哦 我看到在打地雞了 從地雞開始要蓋了 哇 好 哎 怎麼樣 很歡 很讚耶 接下來 要來去哪裡 接下來泰州要帶我們去哪裡 等一下這裡給大家吃飽喝煮之後 嗯 新年到就是要拜拜嘛 對 對 對 因為我是中日混血 所以我帶大家體驗一下日本的拜拜文化 真的嗎 對 真的 哎呦 四周一哦 哎呦 那我們等一下就吃完來去好不好 來了 嗨 來到日本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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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是我們桃園神社 這邊要先帶你們做一些我們參拜的流程 我們第一步要先做首部的進捷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守水社 那在其實在我們已經進來太快 其實在進來之前要先對守水社這邊做一個輕鞠躬 對要先鞠躬 對 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就可以進來了 好 那這邊你有看到幾個就是類似勺子的東西 對 這水是哪裡來的 這個水就是從一個神奇的地方抽水抽上來的 對 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很蠢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直接 我就開始喝了 好冷耶 對 然後旁邊的人一直 嘿 嘿 他其實就是在參拜之前要先做一個 類似近身的動作 把你的身心靈都洗底乾淨 好 所以我們這邊要右手拿起來 拿起來 對 然後輕輕的飄起一勺水 然後先洗左手 先洗左手 對 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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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說 不要搭碗它 不要搭碗 不要搭碗 怎麼不早說 太慢了 太慢了 你已經搭碗了 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 不好意思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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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右手撈起來 對 然後洗左手 然後洗這個 不要再多 然後再洗右手 對 然後剩下的呢 然後其實它有一個動作叫漱口 但是因為下疫情關機我們就 真的會漱口 對 會漱口 那我們假設已經梳完口了 梳完了 對 然後這邊這樣 洗這個手 喔 懂了 是 喔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了 喔 對 這樣就算就是我們兩隻手都已經洗乾淨了 好 對 然後接下來來去哪裡 祈福 對 祈福 好 Let's go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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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要是在善尊神明 它是在日據時代就留下來的 OK 有機可取的 台灣神色是全台灣保存最漂亮的 最完整的 這怎麼辦 好 OK 那我這邊就是帶各位來參拜了 是 對 在我們參拜之前呢 要先輕鞠躬 好 輕鞠躬 輕鞠躬 然後搖頭前 投進去就可以了 對 OK 然後 這個要搖嗎 對 也投完就 搖對不對 搖它 對 搖出聲就好 下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的 二拜 那我們的參拜 就在這邊做結束囉 是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去哪裡 這裡很漂亮 沒有了吧 還有要寫 我記得日本人都有寫一個牌 不是嗎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假日本人 沒有我是 我知道 但你到底你有幾分之幾 只有百分之十的日本血統吧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OK 那你寫招材嗎 這個很可愛 招材 招材 那我 我怎麼寫 這邊有一個很悲傷的願望 蛤 巴西隊冠軍 是不是有點悲傷 床頭床 床尾盒 不要綁什麼 你怎麼綁 我不知道 什麼意思 要綁什麼 就把它掛上去 你們都掛了是不是 都掛好了 對 而且你還掛反了 因為別人看不到你的 你怎麼綁起來 還綁起來 散良滿天下 買到大房子 買到大房子 你是幫你照母娘取的吧 主線任務 副線任務 好 下面還有支線任務 是滿感動的 因為這裡賦予了所有人的願望 而且這邊充滿祝福的地方 對 全部都是每個人的願望 在上面 你就知道 如果是一個神站在這邊 就 一直講所有願望這樣 你有看過王牌天神嗎 有看過 有一點年代的戲 對 他這裡就是這樣 所有的都是願望 好漂亮 這次這樣安太座的行程 一整天 有被安到嗎 有耶 真的假的 這裡站這裡很棒 那是你自己介紹的時候 很棒 不行自誇一下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安排在尾巴很棒 但中途我還是有幾個 真的滿喜歡的 經驗點在哪裡 哪一個 譬如說我們去那個 做那個手作的那個Pancake 然後那裡的東西好好吃 氛圍好好好 然後又吃得好健康又好好吃 然後那個大通鋪那個氛圍 我很喜歡 像我們在划那個船 其實我們沒幹嘛 但是我們就在船上聊得很開心 滑船那一站也很讚 他居然第一次划船就跟我 對 我第一次 我要怎麼跟我老婆交代 躲走了我的第一次 沒有啦 小馬 滑船 滑船 我怎麼有雷要打下來 滑船 唉唷 空中魚蝦那一段厲害 他們最喜歡空中魚蝦 真的嗎 他們 為什麼 不要問你會怕 我那個丟碗真的有鬆到 我在車上一直睡耶 真的嗎 你不是這一次才睡嗎 我這一次睡特別多 你可以問他 真的嗎 我也一直睡耶 真的嗎 好好睡喔 很舒壓 整個舒服 而且我今天也有學到一個 就是要聽 太座們有在講什麼 有一點點暗示 你就筆記趕快記一下 我今天學到的就是 太座們說不要就是要 對 說沒關係就是有關係 對 這個啦 好啦 感激不盡啦 真的還滿開心的 下次再來玩 好 下次再來玩 下次再安排別種行程 下次如果要逛大賣場 我就找你 好 一整天賣場走透透 好不好 小心可能是搬貨的 我們在 我們 但是你今天來 要不然我們平常會打工耶 真的喔 對啊 我也可以打工啦 真的喔 可以喔 那就下次再來做個捆工 很難牽開耶 我打不開 我也打不開耶 為什麼會這樣 動動 我沒有動喔 一二三 我沒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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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你或者他私底下 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喔 不要哭啦 看到你二公斤 就是現在 破破 就站在這裡 你一步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哈哈 小姐不吸地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東森娛樂台 為 wrong 不停 核心 配你們 drive